眼前这个47岁的大叔将要完成他的第一次灌篮 助跑 起跳 扣篮 这一操作惹得贵宾席的家人疯狂偷笑 其实他是NBA游他州爵士队的老板 此时的现场没有一个人认出他来 因为他正在自家球场卧底实习 男人名叫格雷格·米勒 作为米勒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他掌管着家族数百亿的资产 旗下业务不仅涉及篮球 还包括汽车制造、保险、金融等八十几项业务 虽然爵士队从未在NBA拿过冠军 但米勒的个人身价却高达上千亿 为了了解球队平时运营的情况 他决定卧底到球馆实习 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他经常坐在贵宾席观看比赛 而且还会作为常驻嘉宾上电视接受采访 为了彻底伪装自己 他戴上假发 沾上胡须 再将牙齿涂黄 最后戴上陈年批九度 一番乔装打扮后完全变了模样 他将化身一名叫马克的汽修店老板 卧底到自家球馆实习 为了掩人耳目 节目组谎称这是一档真人秀节目 员工们要通过马克在节目中的表现 最终决定他能否赢得 此次价值25万美元的创业奖金 一切就绪后卧底第一站 马克来到犹他州沿湖城的球场运营部 接待他的是运营员黑哥 黑哥见他的第一印象就不好 黑哥负责球场地板的更换 这里的球场可不仅仅用来打篮球 今天可能要举办冰球比赛 明天又要举办明星演唱会 因此场地的地板经常要更换 看着马克如此笨拙的样子 黑哥忍不住提醒道 尽管马克听着不是很舒服 可想到有这样关心自己球场的员工 马克从心底里感到放心也很开心 在工作的间隙 黑哥说他非常感恩并热爱这份工作 他已经在这工作了11年 唯一不足的就是这里工资太低 因此他和妻子不得不每天打两份工 来养活家中的两个女儿 原来大女儿刚出生就进了重症室 妻子也因为患有糖尿病而花销巨大 加上每月的车带压的他们一家喘不过气 他已经很久没有陪伴家人了 黑哥的遭遇让马克感同身受 因为父亲也曾因患有二型糖尿病而过早逝世 看着如此乐观积极对待工作的黑哥 马克决定回去后要帮助他 卧底第二站 马克来到爵士队主场 今天他将作为互动队成员与小美一起工作 小美凭借自己的热情和甜美的形象 与观众互动的游刃有余 然而轮到马克亲自上阵时 那场面简直就是大型射死现场 马克最终还是硬着头皮与球迷们互动 尽管他很认真的在给观众派发礼物 但小美还是忍不住吐槽 很遗憾 爵士队最终在主场以三分之差输掉了比赛 结束后两人闲聊 小美说自己15岁时父母就离婚了 与他最亲近的大弟弟后来也出了车祸 21岁的弟弟心智永远停留在了14岁 而自己最小的弟弟也患有糖氏综合症 生活尽管不尽如人意 但小美却依旧积极乐观面对生活 这让马克深受感动并决定要好好帮助他 体验完幕后的工作 马克的第三站将体验扣篮队成员的工作 接待他的是扣篮队长马特 他所带领的扣篮表演队 个个都有着矫健的身姿和弹跳 每个人都配合得天衣无缝 而马克显然与这项运动格格不入 他一次次地冲击篮筐 又一次次以失败告终 好在经过多次的尝试和坚持 马克摸到了一点门档 47岁的他成功完成了扣篮 也在训练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团队的乐趣 而马特却和他说 他们做这个表演收入实在太少 之所以选择这份工作完全是出于热爱 随后在两人闲聊中马克才得知 马特家中有一儿一女 但因为相距甚远 他们经常聚少离多 所以他非常希望家人能够团聚 马克听完他的愿望默默记载了心里 在接下来的表演赛中 马克与队员们配合得很出色 最终他们完美地完成了扣篮 卧底最后一站 马克来到场馆的小事部 接待他的是员工曼尼 曼尼高中还没毕业 但对待工作却非常用心 看着越来越多的顾客排起长队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他主动提出与马克进行比赛 于是两人开始疯狂推销机里 曼尼认为自己这把一定尾赢 但他没想到销售出身的马克却赢了自己 尽管曼尼心有不甘 但还是按照约定请马克吃起了冰淇淋 编持还可爱地说道 看着如此帅真的曼尼 马克不由地将他当作自己的朋友看待 但曼尼却说马克很像他的父亲 原来在曼尼12岁时 母亲和三个姐妹都因为车祸同时离开了人世 如今他只能跟着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 尽管事处突然难以接受 但他还是勇敢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现在他只想努力赚钱然后上大学 曼尼的坚强乐观深深打动着马克 马克眼角寒泪 并默默决定要帮助这个向上的少年 至此 一周的卧底之行就结束了 员工们来到NBA爵士队的更衣室 马克换上西装帅气出场 只是没人认出他就是马克 他只好主动摊牌 我是Greg Miller 总裁的Larry H. Miller Group of Companies 和Youtah Jazz 和你身上的Undercover Boss 接下来迎接他们的是怎样的惊喜 首先是马特 老板非常感激他对待工作的静止和热情 得知他鲜少时间与儿女相聚 老板决定邀请他的两个孩子 到贵宾席观看马特的表演 为了保证他的两个孩子 能受到更好的教育 老板直接给了他两万美元 用于支付孩子的大学费用 马特听后难以置信感激不已 紧接着老板还请出了他的团队 并直接给了他们两万五千美元 作为团队表演的经费 最后 老板邀请他们所有人的家属 一起去爵士队主场的豪华包奸观看比赛 所有队员们听后都感激不已 接着是黑哥 看到他对待自己父亲签名的地板 如此爱护有加 老板非常感激 也十分放心将球场交给他来打理 得知他和妻子不得不打两份工维持生计 老板当即决定提拔他为管理人员 这样他的奖金和工资都能翻倍 除此之外 再得知他还有一大笔车贷需要还时老板说 更惊喜的是 老板知道黑哥家里只有一辆车 为了让他老婆也能开车上下班 于是老板决定再买一辆车送给他 最后 老板还要送他全家人一起去迪士尼游玩 期间的费用全包 黑哥听后眼角含泪深表感激 然后是小美 老板非常欣赏小美的正能量 得知他家还在偿还弟弟的医疗费 老板直接给了他三万美金 帮助他家渡过难关 不仅如此 为了奖励他对工作的辛苦付出 老板又给了他两万美金 以此来减轻他的生活负担 小美听完不敢相信感激涕零 最后是曼妮 老板非常同情他的悲惨绅士 在得知他想在高中毕业前打工赚取读大学的学费后 老板便决定提供他读大学期间的所有费用 不仅如此老板还承诺要去参加他的高中毕业典礼 曼妮听后感动到气不成声 最后他在吉祥物的带领下离开了现场 至此本期的卧底老板就结束了 最后忠心住院屏幕前的你都能遇上自己的好老板